恐怖海嘯席卷南太平洋的 东家王国大浪一波接一波 灌进沿海房屋 东家首都海嘯浪高还达到1.2公尺 许多民众因此连夜逃难 导致马路大塞车 突然有海嘯发生 是因为东家外海的海底火山大爆发 太空中卫星捕捉到 火山喷发形成的巨大迅撞云 现场看画面更震撼 有民众形容火山爆发后 瞬间白天变黑夜 事实上连地质学家都没料到 喷发威力如此之强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海岸 在这个岸上升到这个岸上 他们知道海岸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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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东家整个环太平洋 都感受到海啸威胁 加州沿岸大浪拍打上岸 还有船只经不起潮水灌入 打痕歪斜 而南美洲的秘鲁也记录下惊恐一瞬间 秘鲁这处海滩 船夫连人带船被冲上岸 现场游客第一时间还不知道 往哪里逃 只能站在木制座椅 看着大水涌入 这里当天也拍下 大沙滩民众赶紧撤离的画面 而在日本则响起熟悉的警报声 津波注意报 由于经历过311强震海啸 日本民众不敢大意赶紧避难 可以吗 在那里哪里 如果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来到这里 入夜后路尔岛因此出现避难的车潮 就连警铃台湾的冲绳都发出海啸警报 据报导冲绳与纳国岛海啸高度达到20公分 大浪也袭向纽西兰导致港口大量船只遭殃 等于一场东加海底火山爆发 让环太平洋从阿拉斯加 美国西岸 墨西哥到秘鲁智利 还有纽西兰 澳洲 日本等 通通处在警戒范围 不过临近的纽西兰 最担心这件事 目前东加因为海底电缆受损全岛断讯 卫星照前后对比 原本的火山岛一整块被炸到消失不见 而后续的火山烟云飘散也令人担忧 因为这类火山烟云内含有毒气体 恐怕导致周围降下酸雨 而纽澳目前也分别派出军机前往当地 除了了解灾情 也提供东加王国必要的协助 TVH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